今天很榮幸 在這邊分享我去巴布森 College 學了一些東西給各位老師 然後會後會留一些時間給各位老師發言 然後我們互相討論 那我有改編了一下內容教材 因為版權的問題 那我先給你看一下我的資歷 我從2016年4月開始 就學校很榮幸 學校願意栽培小弟我 所以我去了高雄第一科大 然後也去了巴布森 College 然後回來就擔任總子教師 然後也管院也派我去 多倫多的IV Business School學個案 然後也開設了一些領導管理的課程 也當了社群教師 參與一些USR計畫 那最後一次是在今年的5月的時候 我去了中國人民大學 因為那是巴布森 College在那邊舉辦了一個培訓 玩整整兩天的時間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社會是非常競爭的 全世界全球非常競爭的 我們如何才能保持領先的地位 我們如何來成長 如何才可以使對手害怕 你覺得要如何做 假如是一家企業的話 我就拿北科大為例好了 我們北科大如何可以保持在 技職體系裡面龍頭的地位 創新我去查了康熙詞典 然後還有Cambridge Dictionary 還有Obsford Dictionary 就make sure那個中文的創新跟英文的創新意思是一樣的 好 你看中文 中文是講創造新的推成初心 那在英文的Dictionary裡面 大概都是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有New Idea 新的方法 新的想法 OK 新的製造過程 等等 OK 那你看第六個 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Innovating 所以整個都是 不只是產品 你的過程也是 想法也是 方法也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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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會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來跟您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知道美國的西南航空 是廉價航空公司 在美國是非常有名的 OK 他就全美國這樣飛來飛去的 反正你就知道 我就是買便宜的機票飛他 然後你要有額外的服務的話 就給你收錢 選位置也是一樣 你要第一排第二排多少錢 先上飛機多少錢 一個行李箱多少錢 一個行李箱多少錢 等等等等等等 好 那 傳統航空公司怎麼競爭 傳統航空公司怎麼跟西南航空競爭 我舉一個例子 我用Delta的例子 Delta Delta 我就從芝加哥到紐約 因為正好 我七月份 去了芝加哥和紐約 那我就把 有一些 在學習到的例子 我實際去運用 我就真的上Delta買機票 對 對不起 我講太快了 這邊還有一頁 我補充一下 稍微有點緊張 好來 這邊創新有很多途徑 就是我剛才講的 有產品 流程 服務 體驗 有漸進式的 激進式的 顛覆式的 顛覆式的 商業模式等等等等 OK 好我們也是要聚焦 你看 我買芝加哥到紐約來回 這是我上網去找的 紐約來回 然後它的價格是這樣 你有看到Basic Economy 就是 就是只是一個座位 來回 是349.49 所有錢了 它能幹嘛呢 它不能幹嘛 OK 它就只能上飛機 那這邊寫的 因為美國人 那個 你假如 拖運行李要錢 所以大家都 把它拿上飛機 但它這邊跟你講 你 沒有辦法 先上飛機 先放你的行李 在你的 上面那個 overhead compartment 好 你也不能選位置 假如你和你的情侶 你和你的小孩 你也不能坐在一起 OK 反正你沒有權利 OK 你也不能 Ticket也不能換 也不能upgrade 好 它出來啦 反正我都點這個最便宜的 它現在就問你啦 你要不要升等 通常是基金艙的位置 然後這邊叫main company 什麼意思呢 我可以先上飛機 我可以選位置 我票也可以改 多了50塊 你願不願意 西南航空是這個價錢 Delta是這個價錢 它還圖示給你看 位置大小怎麼樣 OK 這個是 你假如選了 我回去上一頁 上一頁 你假如選了這個 OK 407的 你想說你不要restriction 好 我選了407以後 它就跳出下一頁給你選 下一頁 跟你講 你要不要再多花68塊 來回 你可以坐的位置是比較comfort 比較大的 大在哪裡 有差 多4吋 我坐的話我還可以翹腳 前面位置很大 然後有的時候會有螢幕 OK 然後你看喔 這邊寫 Attentive Service from Delta Flight Attendance 這真的 我等一下給你看位置 服務人員呢 從頭等艙開始 非常笑咪咪的 到了comfort的位置 變態一點微笑 走到後面面carbin的 實話 然後你看這邊喔 還有 Beer 我可以喝酒 可以喝威士忌啊 白蘭蒂啊 還有Cocktail 這些東西都可以 問你要不要upgrade 這可以先上飛機 然後你的行李 你overweight compartment 就是完全屬於你的 別人不會來跟你擠 來 位置就這樣 前面 這123 是所謂的business class 因為飛美國國內線嘛 飛機就是那種737 那種小飛機 好 來 你看 Zelta Comfort 就這些10 11 12 13 這些人 你看123的先上飛機 這不用說啦 因為中間這一條 就是窗簾 布簾把你拉起來 好 然後再來就是10 11 12 13的先上飛機 所以它上面的置物櫃你可以擺滿 你擺不夠 你可以擺到14 15 16 反正你就先擺 你看1415 16的越後面呢 位置就越小 然後 吃的東西也不一樣 吃的東西也不一樣 下一頁 你可以發現到 它這邊比較 這邊是basic main carbine 然後再來是comfort 我們不用看first class 我們不用看first class 你看這邊喔 這邊只有基本的飲料 OK 這邊有酒 但是我跟你講 你假如做comfort的 你的snake 跟main carbine 跟economy不一樣 它snake發到 因為我做了delta comfort 最後一排 我發現到它只發到這一排 就回去了 拿另外一個籃子 比較chip 往後面發 它完全價格取向分類 你說我為什麼會做到這個comfort呢 我跟你講 要認識一個會講英文的老婆 非常重要 我們my basic economy 還有一個三歲的小孩 跟你搭飛機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它會講英文 我們check in以後 我們行李也沒有要錢 也要錢 那怎麼辦呢 你行李放不下 你再登機一口 給他行李托運 不用錢 所以沒有人先花錢買托運 沒有先在那個機場外面check in的時候 就把行李托運 除非你是大行李箱啦 那我們那種手提的 大家都手提的行李箱 那一個人提一個 就三四個這樣上去 沒有先花錢買 到登機一口他跟你講 上面overhead complement做不夠了 你現在要不要托運 托運不用錢 那我們就都給他 這是一招 第二招 會講英文 而且我有位置 我老婆就跟他講說 你看我們帶小孩 可不可以先上飛機 然後小孩很小就抱在身上 有很多privilege 那個說啊怎樣怎樣 好吧 那我給你這邊坐 因為有位置就給你坐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的difference 它的difference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結果他有航空 他跟新來航空 而且Diota航空它飛的是 主要城市 我從芝加哥的Oheo機場 飛到New York La Guadilla La Guadilla 是近紐約最快的機場 OK La Guadilla 它一個小時一班 一個小時一班 那你新來航空呢 我可以從Oheo飛 但是飛機很少 你只能從它的叫做 有一個叫做中部航空的Midway 那邊飛出去 價錢差不多 價錢差不多 航班很少 OK 你有時候是最早最晚 那你中間的呢 你中間的位置的時候 你價格 你價格 來你看 你中間的時候 你西南航空價格 有的時候比這個Basic還貴 有的時候 你要看航班 有的時候 這是同一天的 你看不同時間 價格不一樣 所以 這種 不僅是Delta航空公司 其他的AA Continental 都用這種方式價格區別 吸引不同的消費者 OK 要不然市場會被西南航空全部拿走 西南航空很清楚 我就是便宜 什麼都要錢 那這邊是吸引 我不想要那麼多限制的人 多花一點點錢 你看 這價錢 其實對他們來講 差了40塊錢 來回一趟多20塊 他們願意花 然後到這邊 很多人不會坐這邊 真的 你可以發現到我回來的時候 從紐約回來 Comfort的位置都是空的 比較多的錢 OK 比較多的錢 所以很有趣 所以他要怎麼跟人家競爭 他要想出他有一道辦法來 要不然他怎麼生存 這是 我們看一下這個廣告 好 好 謝謝 很厲害 每個都是27公克 很厲害 很厲害 每個都是27公克 日本航空 非国际线 他跟你讲 你做我的非常准时 国际线航空公司 国际线航空现在这样 商务舱位置越来越大 经济舱位置越来越小 商务舱是他的main profit来源 他只要争取到商务舱的客源 他可以cover经济舱的费用 其实经济舱都没做人 那个阿游连航空 从杜拜 飞纽约 来回机票 投等舱 你在飞机上可以洗澡 50万台币 经济舱 5万块台币 商务舱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贵宾是越做越棒 商务舱品质越来越好 这是他的利润来源 这是他的利润来源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不只是各家国际航空公司 你就说长龙华航也好了 他一定在每个贵宾室 用得极尽奢华 那你服务满意 五星级 上飞机就是在睡觉 都很棒 他竞争的伙伴 硬体都一样嘛 比软体 有谁敢跟日本航空一样 打说我都准点 连续五次 但目前我看没有 所以你发现到 行销手法也是一种创新 影片里面就在不同的国家 代表他飞行的国家 蒜汤 1次 1次 一... 1次 2次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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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2次 新加坡航空的广告 手法不一样 给人家很温馨 有没有种感觉就整个很 calm down 然后服务很好 很软 他就强调软性 强调软性的服务 他就强调软性的服务 所以每一家 我前面举的从新来航空开始 Delta 还有这种日本航空 新加坡航空 硬体都差不多 取决于service 取决于它的软体 软性的创新 我吸引你 让你搭我的飞机 感觉到很满意 你下一次还会再搭 好 我在台湾也用Uber 我也用UberEat 不过后来Uber被台湾被小黄抗议以后 我改用台湾搭车队 你有发现到台湾搭车队的软体界面 跟Uber其实是大同小异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比较价钱 台湾的Uber比较贵 台湾搭车队 不管大都会也有 它有那种多元计程车 你可以看到外面就是 不是黄色的车 但是黑色的白色的银色的 但是它的车牌 是白底红字 那就是计程车 但是那不能路边接客 那只能用手机教客 全部都卫星定位 你不能付现金 直接就刷卡 就已经绑定信用卡的 反正坐到那边下车 那你就马上收到账单Email 好 Uber和UberEat 在美国非常流行 非常好用 UberEat为什么会盛行在美国 像美国你去餐厅吃饭 小费平均 你就纽约芝加哥好了 晚上平均是20到25%的小费 还没有含睡 睡大概是18% 所以你看你吃一顿餐 你点餐100块 加了睡就118块 你小费 20%好了 100块的28是20块 所以20块加18块 加起来就38块 你吃一顿100块的饭 你要付了38块的税金和服务费 税金是一定要的 那你多了20块的服务费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多钱 我自己啊 再来 你搭小黄 我的观念是 那是文化 我们不强求人道的文化 我观念是 我为什么要给你小费 你有帮我开门吗 你有帮我关门吗 你车上很干净吗 没有 所以他盛行 Uber Eat OK 吃饭 我就真的叫Uber Eat 因为我们有好多人 你看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点了日本料理 大概八个大人 总共145块 OK 税12.33 因为在芝加哥的郊区 OK 12.33 我只要一个Booking fee 4.99 你看 我省了多少钱 我假如去餐厅吃 145的20% 就算20%就好了 就30块了 我这我只要付5块钱 有啦 我给他小费 我给他5块 因为我问了我表弟 他说5块就够了 因为他们美国也是这样给 OK 总的忍一丢二 方不方便 方便 你看 我6点45 定的 7点27就拿到了 而且你不是说 每个餐厅要参加Uber Eat 你就随便包一包就出来 没有 他会算 你这个食物是热的 乘到这个装的container里面 到达你家的时候 还是热的 然后会保证你的薯条 到达你家的时候 不会变软 台湾也有 小二楼也是 二楼 二楼现在跟Uber Eat 有一些外送公司有签约 但是他的menu 他有设定说 我点了一个三名字 要多久之内送到 用什么方式装 到你手上的时候 面包不会软掉 这都有经过考量的 都有经过设计的 好不好用 超好用的 我早餐演定 中餐演定 晚餐演定 所以为什么每一家餐厅都要跟Uber Eat合作 你在台湾你用Food Panda也是 用Food Panda Uber也是一样 你假如拿Uber Eat 或者是Food Panda 你走到大安中正区 你只要卫星定位在这边 你出来八百多家餐厅让你选 我看你选的时间就选了一个小时 木扎文山比较少 那个真的是选一选 选来选去就那几家 OK 那有分的 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真的很盛行 而且有一个重点 我讲到台湾Uber Eat 很多人是住五层楼公寓的 所以他很喜欢用Uber Eat 他不用爬上去 他不用下楼 直接那个外送员 直接就走上楼 很方便 我家长辈也在用 他说这样很好 都不用出门了 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有时候开心给他一百块 省很多钱 我都不用出门 而且我可以叫这家餐厅的A菜 这家餐厅的B菜 这家餐厅的C菜 我一天晚上 我可以吃到三家不同的餐厅 我点了一个汉堡 点了一个薯条 都不同家 OK 老婆想吃泰国菜 你就点两道 我想吃印尼菜 我就点两道 小朋友想吃越南菜 就这样点 这是一个商机 这是一个商机 OK 这是一个商机 非常好用 来 Uber也是 我讲 我算过 我们全家四口在纽约 你有上那个Metro New York Metro 他给你讲说 七天的票是32块钱 unlimited 要不然你单次搭 要三块钱 小孩也要钱 那假如 我们搭不到几次 算看 我本来要买七天的 32块乘以4 算130块 我假如一次单次搭 我四个人去 就12块了 一趟 而且我必须要从旅馆 走走走走走走到地铁站 下去 买票 然后在下面可能走得很久 有的要走很久 然后搭去 上来 再走走走走走很久 到达景点 总共花12块 我坐Uber就好了 在饭店门口直接到 反正小朋友在 我也不用担心 小朋友会哭会闹 直接坐到那边定点 再回来 反正放松 这我坐比较远 你看 这为什么那么贵 20块 塞车 在4.1米 行程20分钟 这条路塞爆 因为我去我表弟家 就我表弟家 然后回来 他不愿意开车载我回来 他直接叫我叫Uber 因为他说这段路塞车塞死了 他来回就要一个小时 所以很方便 非常方便 而且重点是 你不用给小费 不是不用给 看你愿不愿意给 我也直接问Uber司机 他说你要给就给 不给就不给 反正我没给你服务 但是好处是 他抢了很多小黄的生意 抢了很多小黄的生意 所以你看 有些小黄 上面也装Uber 还有另外一家Uber 还有另外一家Lift 因为Lift我没办法用 因为我的手机电话号码 没办法用 所以没办法叫Lift Lift跟Uber价钱差不多 大家都会比较 下一页 所以你看 我在纽约 全部做Uber 小朋友也好开心 每天早上小朋友说 我们今天做Uber是哪一台车 什么颜色的 出去玩嘛 放松 所以全部加起来 我去了六天 在纽约住了六天 我花所有计人车钱花了150块 比我买地铁票多了20块 但是我省了走好多的路 省了人几人 我直接door to door 因为人家说出去玩 就要当大爷 OK 就真的这样 很舒服 所以它为什么会 市场会那么大 它满足了特定一群 顾客的需要 我们讲的Uber Eats也是 Uber也是 前面的航空公司也是 我针对某特定族群 在宣传 连驾航空 我就针对 我预算有限制的客人 国际航空公司呢 它不管你经济舱 反正经济舱票 像大家都一样 我要争取我最大赚钱的来源 就是头等舱商务舱 所以我打广告 我的服务 会针对这群人来做 它绝对不会跟经济舱来做 因为经济舱的消费者 是价格取向 完全价格取向 哪一家便宜就做哪一家 你问我学生出国交换 要搭哪一家航空公司 他说哪一家便宜就做哪一家 反正我也做不到商务舱 要转机转很久 没关系 我们时间多 所以定位就不一样了 它有聚焦 我们讲到 你要成长 你要聚焦 你必须知道 你的顾客在哪里 谁是你要 让他买单的对象 亚马逊 不得了 我觉得我把一年赚的钱 都花在亚马逊上面 Prime Day 我讲那天亚马逊当机 真的当机 很丢脸 它自己做云端系统的 大当机 进不去 多到一个不行 我讲亚马逊 它有个Prime Day 就是Prime 你要加入它的会员 然后我是奥凯 我每次去美国前 我都加入 因为它有 One Month Free Trial 我去完一个月以后 我就把它Cancel 我用得好开心 它福利在哪里 你看哦 这Prime Video 你只要Prime Video的话 基本上9块钱 所以你看到 8块99 你看12块99 119 为什么都是99 99 119 它让你以权 我只花8块 我只花12块 我只花119块 这你有先入为主观令 我这样没9块钱 8块跟9块其实有差 你看这家0.1cent 就是9块钱了 我老婆每次买东西 就跟我讲 这900多块 我说900多多多少 999 差一块就1000块 所以你看他们很会定价 这也是有设计过的 99跟100就是有差 99块你会买单 100块你不会买单 99.99你会买单 100块你就是不会买单 因为一个是两位数 一个是三位数 差别在这里 你看Prime Day有什么好处 来 Free 两天就到 你音乐听不完 你照片装不完 你书看不完 还有 当一天到货 我都试过 当天到货 礼拜天不是那种什么UPS 邮局车 还有什么Fedex那种在送货 当天是什么送货 私家轿车在送货 我就在门口等 私家轿车送货 我直接问 他说对 我礼拜天打零工 真的私家轿车哦 没有牌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送完我这一家 行李箱再打开 就是下一家 行李箱再打开 又下一家 他敢做 因为那天我们临时要买个东西 OK 礼拜六晚上订 礼拜六 礼拜天五点到 二四小时到货 然后 我们就装装东西 就去机场 因为那是最后一天 他还跟Hofu合作 Hofu是他的 Hofu是美国一家 非常大的有机超市连锁店 跟台湾的熊妈妈一样 熊妈妈也好好用 我老婆出差 直接熊妈妈下单 叫我两个小时以后 你这菜就直接送到管理员 我也不用出门去买菜 两个小时内一定到 他礼拜六不送货 超方便 他跟Hofu合作啊 你可以点一点 你可以选择你要送到家里 还是到Hofu拿 他也跟一大堆restaurant合作 你不用出门 东西把你送到家 亚马逊是做什么起来的 做书 卖书起来的 他开始哦 卖书开始卖一卖了 五金杂货也卖了 什么都卖了 OK 他也做云端 然后现在进入生鲜 厉不厉害 厉害 他的优点是什么 你知道他Prime的会员有多少 2017年 有一亿个会员 一亿个哦 全世界有一亿个Prime的会员 我就算好 你就算100美金就好了 100美金 我缴一个固定100美金 一年 我的会费 就100亿美金 这现金 现金 我们这种不请进的年代 现金为王 他直接先收100亿美金进来 他可以做很多 就现金流来讲 他可以做很多的运用 我存在银行 我利息只要 1%就有1亿 那我假如0.5% 还有5000万 我就躺着就好了 钱就掉下来 然后你有没有用service 我不管 反正我就在这边 你要用就用 OK 我在share你 我就把你绑住了 全部都在这里面 你就会跟他消费 就会跟他消费 然后这Prime会员呢 在2017年 这就是那个谁啊 他的老板是谁 贝佐斯 那个CEO讲的 他CEO自己在2018年4月讲的 这些一亿个Prime会员 在2017年 给我消费了50亿个产品 哦 亚马逊股票 要买 他不只做这个哦 他不只做这个哦 你往下看 我们知道这三家 Netflix 就是线上影音串流 Amazon 这个叫葫芦啦 你看啊 Netflix 之前是做DVD的 就是租人DVD的 你跟我order 我寄到你家 几天以后 你拿到哪里还 或你再寄回给我还 OK这样有 他看到趋势了 DVD店你看blockbuster一直关 他改做影音串流 抢市场 你看品质多好 自己也制造 制作那个电视剧 OK 最有名的好像是卡牌屋 纸牌屋是不是 对 好 亚马逊 对你看 他Prime会员太多了 慢音乐 慢media 他现在也做moving 什么都做 他 你看 他也是从书开始起家 慢慢慢慢做 越做越大 他每次只做一件事 OK 跟这个合作 专注 现在做这个 影音串流 因为他会有很多 多到不行 葫芦 葫芦现在是 就传统的那些影视行业 什么福斯影业 他们自己出来创的 但是葫芦现在被 私人公司收走了 BlackRock 那个黑石企业 假如没记错的话 为什么私人公司愿意收走 他有价值 这些是全世界前三大 做影音串流的 有谁还去DVD租片的 DVD商店租片的 我在那个哪里还有钱 但是那个店越关越少 OK 所以 他们知道他们客群在哪里 他们知道他们做什么事 亚马逊最近又做一件事 他把黄色顿邮报也买了 前几年把黄色顿邮报也买下 他买报纸了 他买报纸干嘛 他缺报纸 黄色顿邮报 其实里面文章是非常好的 编辑是非常好的 我不用每天发行 我就在网络上update 网络上update 我给你收钱 他比Free Distribute还赚钱 他吸引那一群 我愿意阅读报纸的人来买单 而且你看他有那个什么 看一懂是不是 Kindle 黑白的 其实你读黑白的 比读那种彩色的来得舒服 这他的趋势 他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这三家 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做不行 现在进电影院的人 我已经好久没进电影院了 有小孩以后 我不用进电影院了 他影音串流做到电视那么好 影音设备那么好 就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看 可以按暂停快转倒转重复看 很舒服 市场在那边 而且我跟你讲 没有事 我在Delta上面 我还偷偷的接到WiFi 我这种人很喜欢很好奇 我后面会讲好奇 居然让我接上 我不用付钱 因为我看到前面一个 就在那边接 好像他也没付钱 外国人 因为那机可以看到 他连在飞机上 看Netflix 都没有断讯 都没有Lag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而且你知道 做美国国内航空公司 他不会叫你手机关机 每个人都一直在用WiFi 起飞也在用 就直接看影片 我不知道他技术怎么做的 好厉害 真的很厉害 我不晓得他的串流怎么做的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卖苏打粉的 Baking Soda 超好用 小苏打粉 居然可以除臭啊 洗东西啊 吃啊 都可以 这家公司几年了 他1846年开始 他只卖一个产品 叫做小苏打 不过他现在很多元了 你看他怎么多元 清东西也要用小苏打 煮东西也要用小苏打 都用小苏打 他现在有170种产品 但是都是从小苏打发展出来 慢慢扩张的 你看那边这字比较小 你看这就是传统的 Baking Soda Prada 它有什么 除臭 小苏打放在鞋子里面 确实可以除臭异味 然后小苏打 里面加一些糖 可以杀蟑螂 然后你看地毯也是 你假如地毯有那个潮湿 你撒小苏打上去 它会吸收那些异味 你再吸尘器洗掉 就干净了 游泳池也要用 我发现到这些可以清洁 那我来做洗衣剂嘛 来 洗衣的 有liquid的 它帮你直接调好 有那个powder的 有powder OK 这些都是 还有小苏打也可以去制 油打也可以去制 它有专门为 敏感性肌肤设计的 连那种男生有异味的 连猫砂都做 其他的 连宠物的消毒的东西都有 它甚至连牙膏牙刷都做了 我没做其他的 我就专门从小苏打发展出来 我就聚焦在这边 我就从小苏打发展出来就好 我就卖了170几种产品 Costco里面也有卖这个 对啊 很好 很大包 超好用的 洗衣机也是用那个洗 什么都用那一个 到最后呢 它连小朋友鼻子不舒服 都可以用 超厉害 真的这个东西 也是卖到下下叫 还有一个原因 刚才讲说 我为什么都讲美国的例子 美国人口有多少 三亿 卖东西 台湾人口有多少 两千万 东西哪里比较好卖 三亿人口 人家说 卖一只牙刷 假如赚一块钱就好 我卖到美国 我可以赚三亿 我卖到中国大陆 可以赚14亿 我卖到台湾 只能赚两千万 所以市场在哪里 所以他 讲实话 台湾企业为什么没办法做到那么大 人口就有限制 我没有办法把品牌做到那么大 所以台湾很多企业是讲求隐形的 我做里面的东西 我后面会讲 台湾你假如要打一个品牌 像打刚才那些品牌 你做一个品牌 你要让全世界大概有一些知名度 你最少要烧两亿美金 有哪一家公司 可以让你这样烧两亿美金 烧下去 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清楚的定位 来 所以你看他们有没有选择市场 有 他的市场在哪里 他选谁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推这个产品 为什么 我们是谁 这边讲的是那个 他Bobson College讲的 这就是什么大猩猩 小猩猩跟Monkey 就当作是三个不同的企业 一个是小家公司 一个中型公司 一个大型公司 你的定位就不一样 你的创新方式就不一样 你的聚焦就不一样 我大公司可以不创新啊 可以吗 可以啊 我就买小公司啊 我就把Monkey买起来啊 我就把中心心买起来啊 或者是我大公司自己也可以创新啊 都可以 有很多种方式 我小公司要怎么生存 我一定要找到大公司 小公 中型公司 没有的东西 去做 或者是他们缺少的东西 我去加以改良 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 我前面还没有介绍我的 我从小生长在创业家庭 所以我老婆也是创业家庭上来的 我周围很多朋友都自己创业 我先把后面要讲的讲来 他们 进到一家公司 熟悉这个商业模式 知道他有不足的地方 而且 这家公司不愿意做 他自己出来开公司 跟他公司对打 我就做那家公司没有的 就做起来 所以他明显知道 我不跟你抢那个大市场 我知道这个小市场 小利润 你不做 我就来这边做王 等到我这块做好了 我慢慢再发展起来 大公司来不及了 只要把它买掉 危险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宏海一直买公司 为什么Google一直买公司 苹果一直买公司 亚马逊你在买公司 它是有些创新的东西 Idea出来 我没有的 我把你买进来 变成我的 这是一招最快的方式 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 这样发展最快 我省了前面培育的时间 我后面会再讲 来 这个 这个叫做Big Belly垃圾桶 太阳能垃圾桶 我左边那张图 在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 一个小朋友玩的博物馆拍的 右边那个是芝加哥街头 我就2016年的时候 去波士顿 巴布森卡里 他就介绍了这个东西 太阳能垃圾桶 很大 他容量是普通垃圾桶的五倍大 他可以压缩 他可以压缩 他不卖你一般用户 他针对政府 游乐场 商办厂商 那种大大的商场卖 他 你看这边 有三个亮点 他卫星定位 他没有晶片 太阳能 你可以上网搜索叫BigBaddy 就大肚子 大肚子 BigBaddy 好 他呢 你就投进去 然后你可以听到声音 压缩 满的话压缩 这边是告诉你干嘛 这个sensor 是直接连到总部 你从Google上面可以看到 他告诉你 我垃圾满了 垃圾满了 你再来收 那平常我们垃圾车 在路上有没有 你一直开过去 没有垃圾 下一个没有垃圾 他 节省了好多人力 节省了空污排放率 超级有够无敌 皮力多 缺点是大 但是好用 OK 这是外面 你看用手拉就丢进去 这边 你可以用脚踩 也可以用手拉 这在室内 我讲说室内怎么看 室内他后面有一插一条垫 因为太阳能板嘛 但有灯光的时候 他也可以用 所以他满了才叫你来收 非常好用 我不用摆五个垃圾桶 我只要摆一个 抵五个 但他也贵 不管这个刮风日晒雨淋都没关系 你摆在沙漠里面 也不怕那些飞鸟啊 把你东西垃圾摇走 全部密闭式的 所以你看他区格很清楚 大型游乐场 你看街头博物馆 等等等等地方 都是 他可以省了很多能力 而且垃圾不会外露 我们讲那种像大垃圾桶的时候 摆满了就堆到外面一堆 也制造环境卫生 问题 好 下一页 来这纽约 你看纽约Time Square 到处都是 其实我这次去 去很多地方 Time Square到处都是 我摆了几张照片 我拍的时候我都偷偷拍 那警察在看你为什么要拍垃圾桶 本来想说怕我放了不该放的东西进去 真的喔 我在美国 其实有时候要很小心 到处都是警察 不过带小朋友是有好处的 你看这边是Solar Power 全部都是 都是太阳能的 所以路上看不到垃圾车在收垃圾 纽约到处都是这个 当然有些街道还没有改 有些街道还没有改 人潮众多的地方 全部都是垃圾桶 好 下一个 好 来 我这边告诉你 上面例子 我Big Belly 我不卖一般人 我卖政府 我卖游泳厂老板 我聚焦 它有新科技吗 它没有 它里面马达也是旧的压缩马达 它用一个晶片 GSM的那种电话片 就直接连线 科技一直在创新 但是你的创新的脚步 你永远跟不上 你不需要去享受科技 有时候你发现到最原始的东西 反而是好的 你要做的是 你要拥抱你的顾客 你要知道你的顾客在哪里 你的客户在哪里 谁会跟你买单在哪里 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解决这些东西 比你去发明一个新的技术还好 当然 你解决过程中有发明技术 OK 我这边意思就只是告诉你 重点是你要摆在你的customer 我们学校定位就是学生 OK 你有新的powerpoint 新的科技 怎么样 你要吸引学生进来 这些科技才有用 你学生吸引不进来 这些科技都没用 要把学生引进门 要把客户引进门 这来是重点 所以我们从前面开始 那些例子 你可以发现到 我就想尽办法 把你吸引进来 我想尽办法 针对某个族群 来做生意 我不会一下发展A 一下发展B 一下发展C 有 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很少 OK 大部分的来讲 你发现到 其实东西好像很简单 对啊 真的很简单 就讲电视机好了 我们小时候电视机 假如各位跟我年纪一样大的话 转的 好远啊 那黑白MMA可以关起来 慢慢的遥控器 OK 小萤幕 不够了 要大萤幕 大萤幕太重了 要越来越薄 OK 不能上网 现在要连上网 OK HIFI要很好啊 連上网以外 现在用Wi-Fi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很多东西设计 是因为人性懒惰 因为人懒惰而发明出来的 我开车也是啊 因为骑马车走路啊 骑脚踏车啊 好累喔 就变开车啊 开车加油好麻烦喔 做完一个插电 在楼下就可以插 你可以发现到很多东西都是懒 我懒得出门 我要UberEats 我懒得出门 我买亚马逊 我懒得出门 去百货公司 我网路上直接买 反正我又不急 我假如急 就叫那种6小时到货的 12小时到货的 OK 所以看到其实 人性懒惰有好处啊 你看你懒肚子就变大 大了以后怎么办 健身 好你不想健身 就卖你 你吃这个茶 喝这个茶 你可以懒指啊 然后开始很多书 开始出啦 都是因为懒 很有趣啊 所以你看 Fall enough in your custom 非常好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定位 聚焦 小笼包 鼎泰峰小笼包 鼎泰峰之前做什么 做油啊 他是油不景气的 开始做小笼包 他的特色是什么 18折 21克 标准化 他为什么会标准化 他刚开始还没有 日本店找他加盟 日本人跟他讲 我要做小笼包啊 人工讲面粉要多少 水要加多少 肉要多少 他都慢慢揣磨出来了 5公克的皮 16公克的线 小笼包 他专注在小笼包 这个是什么 这只鸡 这是鸡肉小笼包啊 鸡肉小笼包 就给你一只鸡 鸡肉小笼包 鸡肉小笼包协发明的 他进军到印尼市场 印尼的 印尼的那个加盟组 印尼的那个合作伙伴 发明的小笼 鸡肉小笼 穿回台湾 所以他就画一只鸡 告诉你我有鸡肉 好 跟你讲 他不创造一日业绩 他focus在他的品质 每位常在嘴里 服务感动到心里 他focus 他没有打广告 他没有 他不用打广告 不用打广告都大排长龙了 打广告还得了 他不需要打广告 OK 他不需要打广告 他在干嘛 我等会累 不耐烦 我透明厨包 那你看 在做小笼包 现做 他桌子 大部分都是方桌 很少圆桌 拼装容易 你坐上去 他六分钟一定上第一道菜 假如是大陆人去 他会把菜一次上齐 假如是日本人 会一个一个慢慢上 他抓到你 每个国家 文化不同 有所不同 我跟你講 鼎泰峰 他的 心意店 心意店业绩一年 3.7億 台灣最差的店 新竹店 有1.5億 這2014年的數據 他 中校復興的 一張椅子 一年為他創造150萬 一張椅子 所以他不接受定位 101 一張椅子是100萬 就是這樣坐 坐起來 平均 一張椅子可以帶來 那麼多收入 而且你看 鼎泰峰很聰明 他只有一家本店 是在外面開的 他所有全世界 都開在商場裡面 而且 他 Focus在中產階級以上 所以他只會找大都市開 比較 能夠消費的地方開 一龍220 所以他有區隔 然後他心意店 不收信用卡 你只要去 你常去你就知道 他不收信用卡 他找錢找新超 新超 讓你拿到爽 收卡的店子 就是跟商場合作 OK 信義店 只收現金 所以他 他的創情在哪裡 品質啊 他用健康的食材 要做出一樣的東西 來 我這邊快速講 這是什麼品牌 這是Burberry 當初形象很差 之後這些不良分子在穿 Hooligan 你看你看 你看 穿這樣子 形象是不是很爛 誰要穿啊 你看 這些是Reality TV秀的明星 這是David Bacon 你看 那個Bacon的老婆 你看 再來 發現他明顯改變了 哇 Princess 他把紋路都收起來了 開始改變形象 這是最新的 到非洲去 把這個Model的家族的人 找來一起拍 他為了把形象扭轉過來 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從內部創新 他用社群軟體 OK 社群網站 社交網站 重新打形象 重新做廣告 因為他發現到Burberry是精品 精品店的很少 會把精力花在做社交網站上面 很少精力會在網路上做數位 為什麼這些精品不做 我跟你講 因為那些會買的啊 大老闆那種人啊 有錢人啊 他們才很少上網 我直接總計店裡面 買一個五十萬一百萬的 你看到愛馬社 他會去看愛馬社 網路上有什麼嗎 不會啊 我直接走進去 就問他要什麼 甚至Burberry比他們便宜啊 他要吸引一群中產階級 然後有錢了 想要犒賞自己 買一個好的東西 OK 這已經跳過Coach了 所以 你看 品牌數位化 他的店裡面就改裝了 下一頁 你看 你看 其他設置平台沒有做電力商務 他開始發展 他把iPad放入商店 iPad裡面你走過去 做實際去看過 做實際去看過 你看這件衣服 他會跟你講 這衣服怎麼做的 從哪裡來的 資料是什麼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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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多model走秀等等等等 等等 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 做live的走秀 他走秀的時候就live live在他的網站裡面 然後你可以直接下單買那件衣服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好 下一頁 就這個人 這個人 叫做 我忘了 叫做阿 他中文叫做 阿蘭 對 Angela 阿 安琪 艾倫茲 你們看到這個 他登上 他2006年到2014年 在Burberry做 他把Burberry的聲勢拉回來 他把Burberry的業績創新高 他裁測掉了很多 不需要的東西 專注在商務上面發展 你看這邊寫 你看 Inside Burberry's Innovation Machine 結果2014年被挖角到蘋果 到現在 他的薪水一年加Bonus 23億台幣 在蘋果 那是加上股票選擇權 厲害 厲害 你看他手上哪個iPad 數位化 他做這樣的轉型 好 下一頁 香蕉 我很喜歡講香蕉 我因為認識這個香蕉品牌 而開始吃香蕉 我以前很討厭吃香蕉 當兵的時候 每天塞你香蕉 睡到時候很討厭 香蕉打廣告 這全世界第一大的Chakita 香蕉 他打廣告 他每次香蕉長度一樣寬度一樣 而且都很漂亮金黃色 就很像Costco賣的Door Dole那是另外一家 OK 你看到Door的香蕉裡面 他基本上黑點很少 他有一批一批一批這樣選過 他有自己的港口 自己的物流 自己的車子 在中南美洲 如果種植面積超級有夠力啤啤大 你裡面的那些居民啊 你就幫我 顧好香蕉 小朋友教育 我負責 所以一代傳一代 都在為他做 香蕉可不可以水煮? 可以喔 香蕉喔 這個網站上有108種做法 煎煮炒雜 咖哩 什麼都有 他 我們只是認為他水果 他不只是水果 你看他有貼紙啊 他有形象 來下一頁 你看跟小小兵合作 這香蕉女王 在每個香蕉上面都有貼紙 我光是賣這個貼紙給Chakita 可以賺多少錢 一支香蕉上面有一個貼紙 我光是賣這個箱子給Chakita 可以賺多少錢 你看他周邊的生意有多大 他有自己的遠洋漁船 那個貨船 他為什麼要跟小小兵合作 小朋友愛吃香蕉啊 香蕉多好 一天三餐都可以吃 你們可以上網去看喔 那個影片10分鐘 YouTube Chakita他有一個形象廣告 10分鐘 從頭到尾生產 就知道那個太大 下一頁 他要打廣告啊 因為小朋友跟媽媽去超市的時候 就會拿吃Gita 咳 我愛吃Gita 我愛吃Gita Gita Chakita Smile 香蕉好黃喔 刺眼 他另外廣告是戴著太陽眼鏡 跟你講說香蕉品質最好 為什麼 一開始 一開始 消防 一開始 雙から 太陽眼鏡 都是一開始 我笑看 那你美國消費習慣 你去超市的時候 小朋友會跟著去 小朋友拿糖果 爸爸媽媽可能不願意 拿香蕉咧 好東西啊 放到籃子裡 我要哪個牌子的 Jakita 上面貼什麼可以幾點 厲害吧 它不只一種 你看還有分 然後一般的 還有怎麼栽培的 一大堆 上上小小不一樣 所以你看 我們在講這麼多東西 有聚焦啊 產品啊 創新 它只賣香蕉 它可以創造出 那麼多樣的東西 它讓香蕉不只是香蕉 它讓亞馬遜不只是亞馬遜 它讓頂泰豐小籠包 不只是頂泰豐 不只是小籠包 台積電 張中文董這樣講的 台積電是隱形冠軍 所有手機裡面 都有它的東西 全世界大廠 你一定要跟它買單 持續創新 它用這個 把 離不開 它從小小一家 它那時候做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做到德州儀器那麼大 它就做那些德州儀器不做的東西 就IC設計 它區隔了 所以它專注在IC設計裡面 它做到多大 那7-11呢 7-11也是啊 它創造讓人離不開啊 你出國發現到怎麼沒有7-11 你到清淨農場去怎麼沒有7-11 你離不開了啊 你隨時隨地都想要一個7-11在旁邊 很少人會講全家 你比如說我們去7-11 但是你會走到全家裡面去 它變成一個代名詞了 你看它咖啡啊 它咖啡 從剛開始2005年 一年270萬杯 到去年3億杯 光咖啡就好囉 在台灣賣掉3億杯咖啡 你看那個紙 那個咖啡盒 咖啡蓋子 這些廠商都賺錢了 咖啡機器也賺錢 要不要跟它合作 要 洗衣服找它 代收找它 現在貨到付款找它 什麼都來 再來進入仙食 做便當 什麼都找它 人家離不開了啊 我看哪一天 全台灣7-11關門囉 不知道怎麼辦 要繳錢去7-11 繳停車去7-11 已經習慣了 買一些東西不能讓老婆知道 7-11取貨 OK 真的是離不開了 離不開了 好來下一頁直接看 哪一台是勞斯埃斯 能跟我講上面是舊的勞斯埃斯 下面是新的 上面是吉利汽車 下面是勞斯埃斯 我不會 就直接模仿 Copy可恥嗎 不可恥啊 你要怎麼創新 Copy啊 我們寫書法 不會寫 就拿那什麼 炎真青什麼王 什麼靈模 摩鐵模以後有靈感了 再自創格式 下一頁 來哪一個國家 這是人家的powerpoint 我就直接用上來 所以 來 道版書 食品餐獎 牛肉 亂天標籤 缺乏安全 假冒酒 增長經濟 為了引益 放棄標準底線 法規不言 我想第一個想到是 Made in China 這美國喔 美國1850年開始這樣做 每個國家都一樣 那個時候 英國歐洲很怕美國抄襲 所以看到角色慢慢換了 經濟發展起來 台灣之前 現在中國大陸 現在換東南亞 再來就非洲 我不會我就抄 我抄了以後再去創新 我不會買一台車回來 把它拆開來 畢卡索 畢卡索也是抄的 他自己講 Good artist copy Great artist steal 他steal 他先模仿別人 他偷別人 然後再想辦法做出自己的新東西 模仿不可恥啊 抄襲不可恥啊 因為我不會啊 我外觀會做了 然後做裡面 犯鬼也是抄 他自己講 他寫給他爸 不然我寫給他哥 他先講 他完全是學日本話的 他把日本話學會以後 發現到日本話裡面 有一些東西缺乏 他在自己創造出來 所以你不會的時候 就先模仿 然後你模仿久了 就可以找出裡面 跟人家的差異在哪裡 迪士尼也是一樣啊 迪士尼公園 迪士尼有樂園 他為什麼會做那樣子 他的想法靈感來自於丹麥的 丹麥的一個公園 所以左邊是丹麥公園 右邊是迪士尼樂園 星天二寶也是嘛 德國那個 迪士尼那個城堡 他直接講 他源自於星天二寶 抄襲的人賺更多錢 97.8%的創新價值 進入了模仿者的口袋 你要不要copy 要 copy有好有壞 你能把copy做到 近善近美的第一名 所以那個 那個包包啊 你讓人做到人家 連假貨真貨分不出來 你超厲害 真的超厲害 我買過正牌的鞋子 跟從淘寶買假的鞋子 我看不出來差異在哪裡 真的擺在面前 有差異 你穿了以後發現到 他的內層裡面有差 但是你要很深入才摸得到 這誰講的 最近很熱門的 85度C的老闆 我都是簡便衣的啦 把它拿過來而已 再複製而已 都不是他去想的 他可以做到 最後這邊文化 我跟你講文化差異也是一樣 我放最後一個影片 下一頁 文化差異 我跟你講 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要了解到文化差異在哪裡 這HSBC的廣告 哇 大致的那個 英國人是人家請客的時候 你一定要吃完 不吃完是不禮貌的 讓我們中華文化是 你假如吃完 表示你吃不飽 你總不能去 穆斯林國家賣豬肉吧 對不對 你要文化差異啊 所以 所以HSBC做到了 我localize 我懂那個文化 我去那邊做生意 我們鼓勵學生要犯錯 我非常鼓勵學生犯錯和失敗 我不鼓勵他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是運氣好 失敗才能累積經驗 培越多越好 產品越做越爛越好 你才知道如何進步 但是我們台灣的學生是怕失敗 我用這句話給你們共勉之 鷹眼娘講的 戰可能會輸 但是不打不會贏 這就是論他鷹眼娘講的 打仗可能會輸 我不打不會贏 我打仗才能累積